我们前面讲了Bootstrip的基本用法 那么也讲了它的用法呢 就是去查文档 然后看看你需要什么样式 就把这个class用上就好了 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 但是呢还有一块是属于Bootstrip中 非常精华的一个思想 就是Bootstrip的响应式布局 大家都知道 现在响应式布局已经不能用火来形容了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Map开发中的常识 基本上作为开发的都需要知道响应式布局 要怎么样去做 一个页面呢 经常要适配手机和PC不同的屏幕大小 那Bootstrip作为一个CSS框架 自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Bootstrip呢 它在布局上面 在网格系统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案 这个方案呢 在我看来是觉得非常天才的方案 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是Bootstrip官方文档上的表格 就是网格系统这一节的 那么横向的 就是每一行呢 其实是描述的是特性 第一行是最大容器宽度 第二行是class名字的前缀 第三行是列数 那所有的网格都是列数 所有的网格之间的间距都是30个像素 然后所有的网格都是可以嵌套的 然后所有的列的顺序呢 都是可以指定的 下面的四行呢 都是一样的 重点呢 在上面的两行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两行被分成了五列 第一列呢 extra small超小 第二列呢 small小 第三列 medium 中 第四列 large 大 第五列 extra large 非常大 那这个呢 其实是指的是我们屏幕的宽度 或者说是我们页面可视区域的宽度 也就是说 它可以按照这五个档位去适配我们的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是小于576像素的 这个是超小屏幕 一般来说我们的手机 大概就是属于这一档 extra small 第二档呢 是大于等于576 这个呢 可能是一些不太规范的大屏幕手机之类的设备 第三个呢 是大于等于768 这个呢 可能是一些pad 还有一些超小屏幕的评计本 然后large 大于等于992呢 这个一般就是PC电脑了 然后大于等于1200呢 可能就是宽屏的 或者是大屏幕的电脑 那我们是可以按照这样几类去为我们的页面分别写不同的样式的 那它下面呢 对应的有一个.call这样的前缀 那么这个前缀 如果你什么都不加 就是.call的话 就是超小的 -sm呢 就是小屏 -md 就是中屏 -lg 就是大屏 -xl 就是超大屏 它可以按照这样几档去做 那么每一个后面我们都可以接 比如说它是占据一份两份三份之类的 或者是offset 其实它也可以接这样的后缀 但听到这里呢 你可能已经糊涂了 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对吧 那我们就记住一个点 就是Bullstrip它的网格系统 可以在不同的分辨率下面有不同的分配 在不同的分辨率下面有不同的分配 这就非常重要 好 我们来以一个实例来看 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 这里有一行 有一行呢 然后里面呢 有八个块 八个块呢 我们先给它写了一些样式 每一个块呢 高度是100 然后呢 给它设了一个 Market Bottom 10px 就高度100 下面呢 是有10px margin 然后我们使用了Bullstrip里面的 样式 扣-3 扣-3 也就是说 它会占据三份 那我们知道 一行是12份 那我也就是说 每四个就会是一行 下面的四个就会换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 每四个一行 然后呢 下面的就会换行 这里呢 我们还没有加入 响应式的特性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页面 缩小的时候 你看到 它的布局是不变的 就是一行四个 后面的会换行 这样有什么坏处呢 就是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 本来是一段 假设是一个新闻列表 或者是一张新闻图片 我需要它有这么大的内容 如果小的看不清 那你变到这么小的屏幕的时候 它只有这么一点 你这里面根本没有办法放内容 所以这个在小屏上的体验 是非常差的 那我们可能就要针对 不同的屏幕 做不同的适配 那比如说 我们在这样的小屏幕下面 我们希望 它每行直显是一个 每行直显是一个用什么呢 用扣-12 对吧 也就是它一个人占据12份 那我们加上之后呢 跟前面的扣-3 其实是冲突的 那也就用到 我们刚刚讲的前缀了 在小屏幕下面的话 我们是没有任何前缀的 对吧 大家看到第一列 在小屏幕下面 extra small 它是没有前缀的 就直接是点扣-多少 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直接写点扣-12 也就是我们把点扣-3呢 都换成点扣-12 这样的话就是 每行显示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 是每行显示一个的 不管你是大屏还是小屏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它都是每行显示一个 首先小屏下面是OK了 对吧 那大屏下面就有问题了 大屏下面我希望是 一行显示四个的 那我们就得做一个取舍 多大的屏幕下面 一行显示四个 比如说我们这里 希望是992以上的 也就是LARGE 992以上的显示四个 那我们就用 call-lg-3 我们就给它们都加一个样式 call-lg-3 这个表示 当你的宽度 大于992相似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占据三列 也就是一行 可以显示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一行显示四个了 当我们把它缩小 缩小 缩小 小于992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行一个了 我们来可以打开 大家调试工具之后 页面上会显示它的宽度 大家注意一下 右上角的宽度 1312 现在是111 1000 1049 995 994 993 那一旦小于992 它就变成了 每行一个 好 那如果是 我们不想让它变得这么突兀 你看 在992 以下 其实我还是可以显示 两个或者三个的嘛 对吧 那我们就加一个 比如说 我到720的时候 我们是显示三个 所以就加一个 call-md call-md 这样的话 一行显示三个 那我们把后面的也加了 call-small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它显示 一行两个 也就是占据六分 这个时候我们的页面 就比较有意思了 大家看到 当我们最大的时候 是一行显示四个的 然后当我们 小于992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小于992 就变成了一行三个 然后我们再小 小于720的时候 不是720 应该是768和576 这里应该是小于768 大家看一下 当它小于768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行两个 那么再小 小到500多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行一个 大家看到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响应式布局的案例 它可以根据 你的不同设备 来显示不同的内容 但我这里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你在实际案例中 不会有这么简单的例子 但是你都可以这样去做 比如说我是一个侧边栏 那么我可以在达到一定宽度的时候 侧边栏就隐藏掉了 或者是在达到一定宽度的时候 侧边栏可能是放到上面 或者放到下面 这个就取决于具体的产品需求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张表格就会看得非常明白了 第二行 点扣 杠多少 比如说点扣 杠1 它是代表 当设备宽度小于576像素的时候 我们的元素占一份的宽度 那同样的 点扣 杠SM 就表示当大于等于576个像素的时候 占多少份 那 点media 就是点扣 杠MD 代表大于等于720个像素的时候 占多少份 同样的点large 就是点扣 杠LG 它是代表 当宽度大于等于960像素的时候 占多少份 最后一个点扣杠XL 是表示当宽度大于等于1200像素的时候 占多少份 这样我们再声明好 我们的class之后 boostrip 就会帮我们处理 不同宽度下面 使用不同的列数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 当屏幕宽度很宽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元素占据三列 这样一行就可以摆四个元素 当屏幕宽度很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它一行只摆一个 也就是元素占12列 这样就可以非常好的实现 响应式布局 那前面也说过 我觉得这是boostrip 给我们提供的最为精华的一部分 因为其他的样式部分 可能我们都能够写得出来 但是这个响应式布局的 这样一种思路 可能靠你自己去想的话 不一定能够想得出来 或者很难想出 比它更优化的一个通用的解决方式 那我觉得这是boostrip 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 好好的领会掌握一下 即便你不用boostrip 你在自己的响应式的开发中 也可以考虑去用这样一种方式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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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